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五条巴马鱼是水务署最新的水质监测伙伴Daniel 建负重要的任务就是24小时全天候为香港食水把关 监测未经处理的原水水质 确保到每间每户水后的食水都是符合安全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的水安全计划 鼓励各地区使用多重屏障技术 监测水中危害物和污染物 实施预防性风险管理 水务署经过多年研究和测试 在2012年年底正式使用以斑马鱼监测水质的新系统 进一步保障供水安全 我们一直都有研究用生物去监测水质 一些欧美外国先进的系统 我们发觉除了贵之外 也未必适合本地的使用 我们参考了这个国际研究之后 就发现斑马鱼的基因 你看看它们的基因有颜色的就是和人类相似 总共有七八成那么多 最重要是斑马鱼对水中的污染物 是有高灵敏度的反应的 所以我们选择了斑马鱼做我们的水质监测货盘 现时东江水经过管道到达首站上水滤水厂 自由会即时经过沉淀、过滤、消毒等程序 再泵去配水库 随时供市民使用 沿水进了滤水厂 起码要处理两至三个小时 而外国的系统通常只是检测处理后的水 我们会觉得是太迟 因为水已经出了厂 我们要做到先知先觉 所以这个新的生物感应系统 是会检测入厂的原水 原水没事 我们当然处理过之后就没事 但是如果原水有问题的话 我们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 我们不会让他们去到市民的家里 在这个新的系统 就等于加多了一重屏障 去保护市民的健康 这个水缸会不断入原水 也就是未经处理的水 电脑会一直记录数据 水务署人员可以24小时 透过电脑和互联网 观察到鱼缸里边巴马鱼的状况 留意水质变化 由于巴马鱼反应灵敏 为了确保它们可以准确反映水质的变化 水务署人员也细心照顾巴马鱼 刚刚来到巴马鱼 我们会有一个星期的摄影 两个星期的观察 我们确保鱼是健康的 我们才会给它服役的 当巴马鱼出现异常活动 例如逃避 冲来冲去 窒息游上水面 甚至死亡 即是代表原水可能有危害物 或者污染物 系统就会即时将资料 以电邮及短讯 甚至直接打电话 通知负责同事 作即时应变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系统 都很稳定的 又准又黎敏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转业 其实在研发初期 五名都作水难免 有时半样三家系统都会打电话来 系统除了自动通知负责同事之外 也会即时抽取不同时段的水阳管 负责的人员会立即回实验室 以化光菌进行快速毒性检测 可以在一小时内 因别超过一千种水中的有害物质 掌握原水的受污染情况 只是这个比斑马鱼用的鱼缸 我们已经用了很多不同的设计 因为我们发现到 原来鱼缸的深度、阔度、颜色的配搭 缸源等等因素的微细变化 都会影响到我们监察斑马鱼的动态 从而影响到这个资料的搜集 经我们不断的研究和改良之后 终于有现在这个第八代的鱼缸出现 这个系统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环保设计 原水由高处的储水池流入鱼缸 过程中没有用到鱼缸的电去泵水 以最低的成本达到最佳的效果 其实我本身是化学出身 但是在研发这个系统过程之中 我们需要涉及到很多化学以外的知识 但是我都会很努力去学习和研发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研发成功的话 将会是水质的检测是一个大的进步 水是生命之源 健康之本 受惠将会是全港的市民 我都是市民的一分子 和大家喝同一样的水 我们在研发这套生物感应预警系统的时候 的确是遇到很多不同的挑战 同时也要接触它一些专业范围以外的东西 例如是生物、电脑和通讯科技 我们认为食水安全 关系到全体市民的健康 虽然是有这么多挑战和困难 我们都认为是值得 花时间和资源去研发一套 适合香港本地环境的监测系统 在未来的日子 我们会考虑将这一套高效的监测技术 应用在其他的泥水厂 保障食水的安全 为了确保测试准确 参与监测的斑马鱼 每个月都会换班 而退役的斑马鱼 也会得到水务署同事照顾中劳 斑马鱼不停接力为香港市民的食水把关 这种精神 和水务署将保障市民健康 放在首位而出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